大家好,歡迎收看攝錄日,我是Andy 今天來到好好的天氣 我們又來做評測 試甚麼呢? 都是三樣 試它最新的35.4的鏡頭 我們今天邀請了一位黑黑黑的朋友 我們看看是誰 Hello,我是飛兜來的Elly 你不是姐姐嗎? 我黑,我們看看 我們邀請Elly 她好像做了Sam Young代言 是否應該要付錢 也好,10元也可以 這麼便宜,我不用她 我們今天試試它,好嗎? 好 黑黑黑,你看兩折 很黑 三樣這支35.4 其實是屬於第二代鏡 首先說說外觀 它就是這個對焦環 其實它有一個Custom鍵 它可以設定光圈 還是手動對焦 也有個Focus Lock 可以鎖定對焦的範圍 這些其實平時都是高階鏡才會有的 它都會有的 外觀外型方面 我覺得它這支 反而不及之前的51.4 那些來得這麼帥 反而和第一代的分別不是很大 我手上這個一定是E-mark 因為它是給Sony用的 它也會有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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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追招效果是怎樣 好了 Elly可以左右移動一下 可以嗎? 很大風 很大風 我們轉個圈 好 退後退後退後 快的 腳很痛 這麼差勁的 好 快點快點 今天很不合作 你壓住 對 動多幾下 轉多幾個圈 看見 其實追招效果都是不錯的 向前多一點 這個就是AFC的效果 再下來試試AFS的單點對焦 對Elly 對後面 對周圍 對焦速度都是不錯的 都不會見到它會有 搓搓搓搓的情況出現 對 鏡頭雖然比較大 但是重量也只是659g 負擔也不算太大 好像我現在拿著 周圍拍照 都覺得是OK的 再下來試試散景表現 它由最大光圈是1.4 到最小的光圈是16光圈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對正這個這麼強的光圈 試一下它的抗菲亞能力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個效果是怎樣 因為它都說它的鏡頭 會有這個超多度膜 專門針對它 防抗液光的搖斑這些 鏡頭就會採用我這個STM的馬達 在拍片方面 剛才的測試 都是非常之靜 差不多是沒有聲音的 而在拍照方面 對焦速度也是不錯的 無論是眼球追焦 或者單點對焦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它最近對焦距離是幾近 它最近是可以去到0.29米 我們現在就拿一個補礦來試試 我們先看看 現在呢 還有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最近的對焦距離 差不多 就算一下 鏡頭同樣會有這個防塵防水滴的設計 例如在海邊地方拍攝也不怕 好 好了 今天的評測就到這裡 和黑蒙蒙的旅程 今天也是到這裡 我都快變黑蒙蒙了 是啊 所以要快點逃走 我們要說我們的咒語是什麼 咒語就是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對焦時間收到的通知 OK 你有沒有這麼快說 咒唬一條舌頭 可以的 你也很傻 還有記得followElly的IG Andy的IG Andy有很多IG 不是只有一個的 現在主要都是 是嗎 是啊 那我們現在是否有… 咒唬一條舌頭 不行 我要創意地離開了 好吧 那怎樣 好 我們 準備好 1、2、3 咒唬一條舌頭 嘩 嘩 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黑的? 因為去到肥皂 讓你看看 你黑得連額頭也引臉發黑 哎呦 不要說我 你才行 這個我不如不要說 很黑 沒事 你先看看背部有沒有那條痕 有啊 很厲害 好吧 我回去看 平時看不到自己的背部 你會不會現在曬花黑在臉上 但是要這樣 要遮掩著額頭曬 否則不均勻 哈哈